亚太经合会议APEC进入倒数计时 中共当局加大力度提高维安戒备 但就在APEC召开前夕 大陆多个地方接连发生砍人凶杀事件 高压维稳更加凸显中国社会底层的不安 11月2号晚上 哈尔滨市南港区铁岭街发生了一起入室杀人案 今天上午10点左右 一辆从上海开出的大巴在东海大道能源路发生了侧翻 事故造成6人不幸死亡 另有40多人受伤 其中多人重伤 APEC会议周三起在北京召开 大陆各地却接连发生多起凶杀或车祸事件 随后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内 犯罪嫌疑人又在哈尔滨道外区接连一起杀人案 11月2号晚上 哈尔滨江哈尔滨市一名男子不到一个小时 犯下两起杀人案 导致三人死亡一人重伤 隔天江苏一名男子持斧头和砍刀 砍杀两位三岁的幼童 三岁女童送往医院途中就已死亡 旅游大巴侧翻在路旁 车辆右后轮整个脱落 掉落到了绿化带的另一侧 当时车辆油箱破裂 现场还有燃油泄漏 在11月3号同一天上午10点08分 上海发生大客车侧翻意外 车上6人死亡 43人受伤 其中多人重伤 也就差不多同一个时间 陕西渝阳区则发生 工商局办公室主任 跳楼砸毁公车意外 车顶被砸出一个大洞 APEC召开前夕 八类商店停业 学生考试延期 市民婚礼停办 北京风声鹤唳 未安升级 但砍人凶杀事件频传 有民众说各种悲剧 社会乱象层出不穷 中共统治面临危机 新唐人亚害电视张祈林 整理报道 晚安 早上 晚安 早上 st